这边的话来看一下将一期28号上架的模拟职业现实礼包 里边的话有心理学家和病患的两款筋疲 OK看到心理学家的话身穿黑色婚纱 在国内的话很少见到新娘穿黑色婚纱的 是因为在中国的话认为黑色是不吉利的颜色 但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中 黑色婚纱的话代表着忠诚 意味着新娘对新郎的爱将自死不渝 单看心理学家下半生的服饰的话是不是有些眼熟啊 感觉和乌里克罗托那款有些相似 自从16加后官方的设计也是更加的开放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然后是病患的时装 头发颜色的话做了改动 而身上的服饰呢则是被玫瑰缠绕着 如果没有玫瑰的点缀的话 整款时装给人感觉没有此前的现金金好看 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比较遗憾的就是此次礼包的话只有时装没有半生的过剑 感觉第五的过剑排期除了礼包跟牌位珍宝之外就挺少见的 希望官方能多出一些过剑宝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